美哥 早 早 OK 雖然現在信用卡不見 大家如果想知道怎麼樣子的話 可以看那支影片 我剛才想說不要把悲傷情緒帶過來 你就提醒我 現在是早上快六點鐘 我們即將要去時代廣場那邊 搭巴士到新加坡 預計會搭四個小時或者是八個小時 我們不太確定 因為這次我們在訂的時候 它上面沒有顯示 但是我們訂回程的時候有顯示 大概是四個小時 要去的話可以在KLOOK上面訂 但是我們這次是在BusOnline take.com上面訂的 一個人的票價是台幣700 因為訂車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很早很早就要出門了 希望我們的旅程可以平安順利 因為我們有三個大行李 這種車他們會載不下 就很不好意思跟對方說 那我們要cancel掉 現在要重新叫車了 我們現在已經提達十大工程 DRAP 帶我們的地方 不是我們可能搭車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的警衛就很貼心 喔 他帶我們要去坐車的地方 對 現在有朋友們說 其實馬來西亞這邊的人滿熱情的 其實你跟他講他們都會帶你去 都可以問他們就對了 對對對 我們現在要去對面 那手扶梯現在是沒有在動的意思嗎 要不然怎麼上去啊 我去那邊看一下 我不知道怎麼扛行李走這麼長啊 這個嗎 好消息 這邊 我們不用搬行李 喔 在這一邊 太好了 我們遇到了我們的朋友 還好嗎 我跟你們講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困嗎 我的信用卡掉了 我跟你講還沒有完喔 我被倒刷了 太大了 你還要拍手嗎 欸最後就不用拍啦 就拍這個就好了 OK好收工 嗯 放行李的時候呢 是自己動手 應該是說十恩動手 沒什麼 真的很紳士耶 本人家叫不錯 媽媽叫的好 喔我們上車了 你看現在是七點喔 他們叫我們提早半小時 等於是差不多六點五十幾 的時候 他車才來耶 他幹嘛叫我們那麼早到 但沒關係 我們上來之後呢 發現他的座椅 很不錯 或寬敞 下面這個呢 又可以把它弄起來 你的腳就是 可以靠在這邊 不會一直懸空 這邊有一個USB孔 然後這邊拉一下 這整個就可以躺下來 因為我們都在睡覺 就忽然停下來 突然叫你下車 準備護照 然後就準備入關 我們一下車的時候 那個巴士呢 就會往前開 巴士就自己入鏡了 我們就這樣走過來 每一個要省護照的人 他們一定很習慣耶 因為下來 每一個人都是 可能剛睡醒吧 全部都看起來超沒精神 你看這個 還是抓癢 我們是不是已經搭很久的車了 我們現在今天是 11點40分 四個多小時了 我們應該還要再搭 至少在一個小時左右 還有一個小時 OKOK 現在上面一直給我滴水 真的太氣了 這個人知道這知道什麼嗎 烏漏天空的夜 我找死喔 我不要工作 我們總共搭車到了六個小時 現在已經到了 Lavander 這一個捷運站 一定要提醒你們 請記得在入關前的時候 填好這個 ICA好嗎 如果沒有填好的話 你們就會在那個 自動通關的時候 然後它那個閘門是不會開的喔 因為你沒有填這個 我們要來去住我們的 萬豪酒店 萬豪酒店的開箱 到時候呢請看另外一支影片囉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出發了 我的門是開著的狀況咧 我一打開 蛤 而且不是 現在有個新機棒拍攝了 天堂與板間 長的呢就是我們天堂 短的呢就是我們板間 你們不要這樣子搞我 在便利商店裡 有幫大家找到了一些 一塊新幣的零食門 楊哥 早 欸我怎麼覺得睡不飽 你們不會累嗎 結束了吧 兩天再次 現在的新加坡 現在是第三天 我們即將要回去馬來西亞 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來的時候不是會做了七個小時嗎 但是我們這次回去呢只要四個小時 我們會告訴大家說 回去跟過來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手續 很妙 因為我們買這兩個票 來是沒有告訴我們到的時間 可是去是有的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耶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真的要記得喔 如果你們有搭到那個 有告訴你們時間的 就是恭喜你們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大概算 可能會到七個小時 Oh No 10點43我們才進到飯店 待會呢我們可以先讓大家 簡單知道一下這房間怎麼樣 那如果你們想要吃到更多的話 請去香菜的頻道 因為他那邊會有更完整的介紹 這位呢是我請的傭人 八十杯 對他一個月令吉就是五十塊 這樣 他活不下去 五十塊是乘多少 乘六對不對 三百塊耶 這裡是我們的客廳 因為我們剛進來嘛 所以終於都會亂訪 這個是我們吃飯的地方 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一個家耶 我們先看這個是客房 客房就是有兩張床 這邊還有一個梳妝台 跟一個這種衣櫃 他衣櫃的這種形式是比較 沒有啦 巴黎島啦 主臥的那個 他的那個窗戶還不錯 還蠻大的 新加坡回來馬來西亞 他們上面說 四小時 就是應該要六點二十四分要到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有點不懂 為什麼會這麼大的差距 你說差一小時 我覺得就算了 飯店的時候有遇到一個大姐 她就說 坐飛機比較快啊 一個小時就到了 我就想說 嗯也對 如果下次要選擇 我們的行程 有比較趕的話 就會選擇坐飛機 因為你們有跟我說 什麼中間有一度有點晃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沒有特別用手搖 我純粹就是手抓著 那個時候外面是什麼路況 就是一般的路 你們前面是不是有人看手機 還是聽音樂 放很大聲 那個我有聽到 那是司機大哥在放他的司機音樂 他這麼前面 我後面都聽得到 那前排的人不是吵死了 哇 這司機大哥真的是 安隊呢 司機的身體嚴位很重 所以你一上車坐起來 拍到嚴位 他的態度其實也沒有到 非常好 我覺得啦 因為我們上行禮 他也沒有幫我們 這次坐的呢 是Champstar對不對 推不推薦你們來坐這一間 因為我們沒得比較 我會想要晃晃看別間 很多台車要進來 又塞了很久 快要一小時 車都沒什麼動對不對 總共又坐了七個小時 整整七小時 網友有跟我們說 可以下次搭火車 火車就是你要提前先買票 他比較會準便 延誤可能也不會延這麼久 下次我可能會想要嘗試 坐坐看火車 那希望大家呢 也可以 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希望我們今天的這個體驗 來回總共14小時 可以換得你們一個讚 換得你們一個分享 我們就開心囉 約來開箱 下次見 拜拜